由中华民国勤听协会基本的阿文勤听旗留代表队参博赛 在自立K经过两天赛亭最好三车四位国处 将代表台湾参加今年九月份的阿州运动会 两天的比赛为带航大来卫洲领导 主办单位以希望公布问 能够这期社会发展自立K的最上运动 免得帮助自立兄的三页发展 中华民国勤听协会利用两天的时间 来到自立K基班阿文勤听旗留代表队参博赛 并且同时参博阿勤金表赛的代表队 三十三位国来的勤听旗留运动好手 都很专利来建筑国出自家 那因为今年的杭州办的亚运会 就是因为疫情延到今年大概九月底那时候办 所以我们现在选出来最好的 这四个项目最好的就会代表 就变成国家代表队 那另外我们这次比赛也有其他那个 那个就是比较年轻的选手 然后他们如果年龄符合那个 就是15到18岁或者是23岁的这个 那个年龄的区间的话 他们也会被选为那个五月在泰国帕塔亚 办的亚洲青年锦标赛的选手 两天的赛典去吃这个民众来看比赛以外 也去大阁列表高手 将来非常处在这个南帝的运动比赛委员 主办人员也说 两天的比赛情调 出情调水利在地的消费观光 基本比赛对台湾发展有帮助 是感觉特别欢喜 里面包含我们的选手还有教练 还有全国各县市的裁判 还有工作人员 全部都会积极到水里乡 那对地方来讲也是带动一个观光的发展 因为每次来等于说 这边的民宿几乎都会 我们都是整栋整栋包 那各县市也会 呃 裁判或其他工作人员都会包 把这些所有的饭店都挤满了 然后连包含餐厅啊 或者是小吃啊 伴手礼 然后我们都大概每个人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回去 也带动了整个地方的观光产业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喜欢来这边比赛 因为这个在水里乡比赛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 因为他的比赛场地就在市区的中间 所以他可能还有其他什么运动赛会观光的 一些周边效益 比如说那个什么裁判教练啊 选手家长来这边 就会多住个几天啊 买个什么纪念品这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水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第19回阿秋运动会 庆天旗留代表队 最后由张竹涵、陈伟涵、吴绍璇、吴绍璇、 吴蓉镇、四位和三位国手 将为台湾在阿文会中进出公演 介绍警察发布 赞 订阅 吴绍璇